在台灣吃素算是蠻方便的 我知道有一些嚴格的素食者不喜歡自己的餐點接觸到婚食 除了去專門的素食餐廳 在一般的用餐地點可以詢問一下店家有沒有純素的 這個很平常 在印度有餐飲外送業者推出了純素外送服務 感覺很貼心吧 本來以為是一番美意 沒想到卻被岩上成為嚴重的爭議事件 怎麼會這樣 大家好我是代班的周宗翰歡迎收看范淇肥的today看世界 印度餐飲外送龍頭Zomato在3月中推出了純素外送服務 只要在app上點選純素模式就可以從特定的純素餐廳點餐 餐點也會從專門的純素外送員送到顧客手中 有別於Zomato原本的紅制服和紅色外送箱 純素外送員從制服到外送箱都是綠色的 他們只會經手純素餐點不會踏進任何非素食餐廳 保證這個顧客的餐點從自作取餐到外送都不會結束到婚食 Zomato創辦人間執行長高雅爾說 印度有全球最多的素食人口 這些消費者很重視他們的餐點烹煮以及外送的過程 講得心聲他們聽到了 高雅爾還說未來會陸續針對不同族群的飲食偏好推出更多元的服務 比如說他們正在研究怎麼讓蛋糕在外送中不會被震壞 蛋糕外送員預計很快就會去著配有油壓避震器的摩托車平穩上路 Zomato推出純素外送的消息一出得到了不少素食消費者的支持 有人覺得這樣的服務很貼心 因為素食者吃外送叫外送的時候 的確會擔心餐點會不會沾到婚的食材 也有人分享經驗說曾經在送來的素食餐點裡面發現雞肉 覺得這個新服務很棒 但Zomato沒有料到的是 這套強調純素的服務卻也觸動了印度最敏感的種性和宗教神經 很快便引發排山倒海的批評 印度快報上就有評論抨擊 純素外送是赤裸裸的種性歧視 因為在印度吃素可不單純是一種飲食習慣或個人選擇 而是牽涉到宗教信仰和種性階層的分解 在印度最嚴格的素食者是奉行不殺生原則的奇納教徒 他們甚至連根莖類的蔬果像是洋蔥馬鈴薯都不吃 因為把植物的根吃了這顆植物就死透了等於殺生 不過其他教徒只佔印度全國人口約0.4% 除了他們之外在印度吃素的通常是高種性的印度教徒 尤其是婆羅門 雖然印度教沒有規定教徒一定要吃素 但因為印度教有非暴力不殺生的教義 讓吃素成為竭盡高貴的象徵 肉食則相對不竭 很多印度教徒即使吃婚 每週也會有好幾天固定吃素禁身 所以儘管Zomato強調純素外送沒有任何宗教或政治指涉 很多人看到純這個字就坐不住了 這邊解釋一下印度的吃素多指奶素 大部分的素食者畢竟還是會每天吃到奶製品 因為每天都要喝奶茶 偏現在歐美正流行的Vegan純素飲食 或者台灣完全不碰肉、淡奶、甚至蔥薑蒜的全素不一樣 我一般在台灣加上一個純是說吃的東西很純 沒加什麼不該加的 沒想到在印度這有宗教上純淨高貴的意義 印度知名的達利特人權運動者伊萊雅就批評 純素這個詞本身就充滿歧視 意思是說只有素食是純淨的其他食物都不乾淨 接觸到會被污染 有學者感嘆 很多人一直致力消除種性制度 但Zomato推出純素外送這件事顯示 種性歧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無所不在 你看吃素的高種性不想要自己純淨的食物 被跟不節的餐點放在一起 或被不節的外送員碰到 這跟以往高種性排斥低種性 不願意與低種性同桌吃飯有什麼差別 我們之前報導過一部印度電影 因為描寫婆羅門女孩當廚師煮肉吃肉 結果踩到質疑高種性純淨身份的地雷 最後被迫全球下架 這下最倒楣的是外送員 Zomato把旗下外送員用制服顏色做區分 讓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送的是素食還是葷食 穿紅色制服送葷食的外送員 恐怕會在一些激進的印度教社區被刁難騷擾 真的就是這麼嚴重 很多高種性印度教徒除了自己吃素 也無法忍受旁人吃肉 我們印度寫手Hana就說 她有幾次去印度朋友家做客 大家高高興興煮了雞肉或羊肉大餐 但因為旁邊幾乎鄰居是婆羅門 吃個飯還得小心翼把門窗關緊 以免肉味飄出去惹來麻煩 不開玩笑 在印度吃肉甚至可能是會出人命的 穆迪政府上台之後 印度國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 過去十年來 很多非印度教徒特別是穆斯林 因為吃牛肉買賣牛肉 甚至只是家裡疑似有牛肉 就被激進的印度教徒 以守護聖牛殖民殺害 去年六月就發生兩個運送牛肉的穆斯林男子 被印度教徒半路攔了下來 而話不說就抄起鐵棍和木棒 瘋狂打人 最後一人腦部重創 另一人則不幸被活活打死 其實綜合這幾年來幾分不同的統計資料 印度吃素的人口大約是落在兩到四成之間 換句話說非素食者其實還是佔多數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婆羅們都吃素 再說雖然印度教徒的確大多禁吃牛肉 但印度又不是只有印度教徒 像穆斯林就吃牛肉 信仰基督教的東北部落原住民還會吃豬肉 各地的飲食文化可以說是非常多元 很多批評者都說 Zomato根本是激化對立 眼看純素外送被罵翻 Zomato即滅火 隔天就宣布所有的外送員改穿回紅色制服 而且也不用純素模式這個詞了 要改叫素食專區 但外送員說根本就沒用 因為他們的名字還是會出現在訂單上 有個用假名受訪的外送員告訴半島電視台 印度很容易從姓氏看出這個人屬於哪個階級 他常碰到顧客點完餐 在App裡面看到他的姓氏之後 就不肯出來拿食物 叫他放到門口趕快走 他擔心公司的政策加劇歧視 未來要是接到素食專區的單 是不是會被逼著拒接還是得用假名接單 民眾也不領情 認為這不過是換了名稱 取消了用制服顏色區分外送員的做法而已 本質上哪有什麼不同 有人翻出五年前 有個印度教顧客不滿餐點被穆斯林外送員接到 直接棄單而且要求退款 被拒絕之後上網討拍 印度快爆抨擊 印度的社會改革先驅們 花了這麼大的力氣想打破宗教 種姓之間的不平等隔閡 Zomato如今卻要踩著社群衝突的傷口來賺錢 有政治經濟學家分析 都市高種性階層人口的消費力高 這或許才是Zomato急於討好這個客群的原因 在我看來的這個事件 就是Zomato不了解客戶跟溝通失敗的結果 也許根本就不應該區分 什麼純素跟非純素外送 只要好好改進服務的流程 確保素食訂單跟非素食訂單都能好好被處理 讓各種客戶都滿意就好 你覺得呢? 好 跟了個節目給大家分享 我們討論討論 每天都在聽 來 都得給我一分鐘後 請問到老春會新聞幫了個節目 推送到連結束 YouTube之類朋友 お願いします 我是動画跟LINE today滾出網路的 собствен家好的 nole hypotheses 非常帶 mailbox 李璇 麼 李璇 李璇 李 Đ 片 李 Markt 李 李